娱乐大数据 航行监控或者说叫做数据展示 真正的大数据 它是依照所有的在互联网上得到的 所有的相关的经过筛选的数据之后 进行分析 然后进行模型计算 最后帮助你去让你的决策更简单 我们普实一点说大数据就是这样的 我们想了解娱乐行业 首先我们要知道娱乐产业 究竟它的盈利模式本质是什么 我们认为本质就是注意力与金钱之间的转换 娱乐行业的话会有很多的一些媒介 一些表现方式 比如说电影 比如说音乐 做唱片 比如说有各种流派的艺人 然后有电视剧 有电视节目 然后还有一些明星的一些广告 这些我们统称为娱乐媒介 其实就是这些娱乐媒介 可以得到大量的注意力 因为大众喜欢它 不同的大众喜欢不同种类的娱乐媒介 那这个时候的话 作为一个商家或者作为一个广告的投放者 那我们就想去借助这些娱乐媒介的注意力 然后来传播自己想要传递给大家的东西 比如说冠名 比如说广告植入 等等等等 这就是我们认为娱乐产业的盈利模式本质 是注意力与金钱之间的相互转化 那么也就出现了随之而来有一个问题 就是你有注意力 你就可以把它转化成钱 于是在这个娱乐行业的话 就会出现一系列的问题 最典型的就是大家认为 娱乐行业是一个没有节操的行业 为什么呢 因为我不论有什么办法 只要比如说我去做任何的事情 只要我有注意力 理论上我的身价就是身高的 于是大家就会看到很多的乱象 我们就可以看到娱乐产业的核心特质 这边是大众 这边我们管它叫娱乐圈 然后我们每天在这个行业里边 在这个事件上发生的事情 就是这边中间 就我们把它刚做一堵墙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这边是怎么样的 你看不到 然后它这边就不停地通过媒体 通过各种方式渗透 然后撒一些比如说消息 一些文章新闻过来给你们看 比如说是谁和谁又吵诽文了 然后谁和谁又睡了 谁和谁又潜规则了 永远是这些事情 甚至有些人会传自己的性爱视频 然后到网上 为什么呢 就像之前说的 你有注意力 你的身价就会涨 无论什么手段 你永远不知道 这一端究竟真正发生了什么 经常你会看到很多的 特别不靠谱的一些诽文 两个人就怎么着就在一起了呢 差十多岁呢 那我要告诉你 实际上现在已经有专门的公关公司 专门就在做艺人之间的诽文匹配 你们觉得哪两个人在一起是合适的 这两个人在一起 那能炒出更大的诽文 我们先从这个被偷拍开始 然后我们设计到它的公开的在一起 然后微博上要发一下 最后还要闹危机 有可能还要中间插一个小三 然后甚至有些比较大的明星 它是在卖自己的绯闻的 就是你想和我抄绯闻给我多少钱 为什么呢 因为你这样的话 你买我的注意力 同样每一个行业也都是一样的 你想去投资一部电影 那投资人基本上得不到真话 就是信息极端的不透明 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 娱乐铁幕主义 它就像一个铁幕一样 你永远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那么这个大数据 真正能做的事情就来了 就是说我们认为 大数据基于互联网的 透明对称的这样的一个特性 我们能够做到一下几点 首先我们可以随时监控 大众的注意力走向 那大众的注意力在哪 大家其实能够感觉得到 大家比如说某些电视台 它周五的那种晚上黄金档的东西 那大家注意力究竟都在哪 我们晚上开电视 究竟都看哪个频道 那基本上人的注意力在哪 哪的广告费就是提高的 那同样我们在网络上 我们通过对数据的获取和分析 我们能知道精准的每一个人群 究竟对于这些人来讲 他们的注意力究竟都在哪些地方 人的感性是感觉不到那么多东西的 但是机器的运算能力 能够超过一群人的能力 同时我们能够挖掘数据背后更真实的信息 这是大数据真正能够在这个领域做到的事情 也就是大数据真正的能够在一定程度上 打破这种铁幕主义 再往后就是我们能更精准的去刻画出一个群体 比如说我们想让这个品牌或者这个营销事件 或者这部电影 我们先预先预期到我们想覆盖哪一个人群 回过头来看这个人群在大数据的指引下 在大数据的驱动下你会看到它的注意力原来是在这个范围的 那好 那反过来我们就知道 那我们的内容必须得是在这个范围 那才能够覆盖到这部分人群 这是大数据能做到的 再往后 大数据对娱乐行业能够产生哪些变革 就像我刚才说的 首先 匹配可以更加精准 而不再需要说我们需要一群非常有经验的人 然后用自己的这个经验 然后做线下的各种各样的调研 我们直接可以通过线上的东西 我们直接就可以找到相互匹配的那群人究竟是谁 可以很好的刻画出来 用户有限化 那就是说现在我们经历着一个很大的变革 因为移动互联网时代 从传统的企业领先行的这样的一个模式 现在逐渐的转化成为用户领先行 就像是最近风起运用的这个小米 现在带来的冲击 小米是因为米粉 所以小米 而传统的这些公司的话 它往往是某某某幸福千万家 也就是说这个品牌让千万家幸福了 那现在这个社会已经不是这样了 是这些用户究竟要什么 你这个品牌 你的产品 你才能够基于这个东西来进行定位 这样的话才会更精准 同样叫做直觉专业化 就像我刚才说的 我们现在绝大多数的判断 我们绝大多数的决策 都是基于几个人的经验 然后他有更准确的直觉 都是这样的 那么这些直觉究竟是怎么来的呢 你不知道 那我们可以通过大数据的方式 我们可以把它分解成很多东西 因为你对人了解 你对人群了解 你对这个行业究竟这个水有多深了解 所以你才会有更直觉的判断 往后走 我们来看一下 大数据究竟能做什么 这也是每次我们都讲到的 比较有意思的事情 关于明星八卦与传闻的一些 我们进行的数据结果 我们找到了所有的 在网上几乎所有有效的 关于明星的绯闻 关于它的八卦的一些传闻 并且我们进行了一些筛选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统计 非常有意思 首先我们经常说艺人的性取向 这个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东西 那在我们的后台划分里边 一二线男艺人当中 就是说它不是直的 同性恋和双性恋的比例 占到55% 这个传闻不是直接诽谤的 是55% 那反过头来 我们通过这种判断 我们是不是可以看到 一个男艺人想成为一二线 是不是 他的性取向不是直的 是不是能够 很大程度上决定着 你能不能到这个level 它的影响有多少 反过来应该是有一定的 这种对于这个群体的一个刻画的 就先声明一下 这个是传闻中 我们不是一个八卦机构 我们对我们今天 所有接下来的事情 我们不负责任 我们只负责数据统计 我们只负责我们拿到的数据 我们在网上找到的数据 经过分析以后 确实是这个数字 其他的我们不负责 再往后 就是大家经常说潜规则 那潜规则是大家没事 也是在茶余饭后经常聊的事情 说白了就是谁跟谁睡 那么这个块你看 男艺人43.5% 女艺人41.2% 好像又和大家的 之前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一说潜规则 大家都觉得导演是女艺员嘛 但实际上为什么 我们看到这个传闻中 男艺人可能会更多呢 如果你们不用大数据的这个方式 你们不用数据分析 你们还是不会知道这个事情 好 那我们有了性取向 我们有了潜规则 那剩下大家愿意去谈论的八卦 还有什么呢 整容 我们来看 一人整形不纬 男性和女性 我们基本上找到了一线二线的这一部分人 太小的我没有要 那么男性首先整鼻子的是占到一半 49% 男性都有龙鼻 然后女性大概是63% 她对下巴做过一些东西 可能是打一些东西 有可能是植物一个甲体 排名第二的都是眼睛 男性40.5%做过眼睛 女性47.5%做过眼睛 排名第三的 男性做下巴的就很少了 然后女性龙鼻的 实际上你看到 比大家想象的要少 只占到三分之一 然后我还特别找了一个 这个圈里边的一个 著名的整形师 一个朋友 我不能告诉大家是谁 然后我还拿着这个数据结果 我去问了他一下 他说确实是吧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比例 因为很多明星的话 实际上他做很多的这种整形的话 他们这些人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或者很多人就是专门经他们手 经他们咨询去做的 好 那我们再来看 我之前是一个不太信星座的人 但是我们做了一个有意思的事情 和另外的一家机构 我们去统计了一下 我们把所有我们在后台有的 一线的二线的艺人 每一个人都分析了一遍他的星盘 统计结果非常有意思 你看到非常有倾向性 一二线明星的人数统计 你们看 天秤座 非常多 再往后看 这三个星座 占到了40% 正常来讲 三个应该是 不会占到这么大的比例的 大家来看到 这三个星座有什么共同的特点 他们都是火象星座 也就是说火象星座 能够进入到一线 二线艺人的 这些人是非常非常多的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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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大家